為什麼這條影片叫做千萬不要得罪順風佬呢? 我也是專稱為順風哥哥的 Hello 歡迎收看EG大哥仔 之前老師送給我的OVAS8的衣服就已經寄到 又是開箱刀出場的時候 裡面有兩件衣服 一件是外套 之前也有觀眾問我到底是穿什麼麻的 在IG那裏 我自己是穿XL的 我現在因為沒有一副衣服 這樣搭配得很好 大家如果想看這個模特兒的照片 大家如果想看一個更漂亮的展示 可以在OVASPICE的IG看到 也就是在我的IG看到 大家記得追蹤我的IG 但其實這樣看也蠻好看的 第二件就是我整個Box Set裡面最喜歡的衣衣 我個人大愛這件 前面的樣子是這樣的 Focus 真的是Focus 這次 有一道要提一提 有幾開心的就是 它撕牌是不需要找剪刀剪 因為通常買衣服都要找剪刀剪 伴隨著一個陰謀論 在這段時間就換一下衣服 加換一下氣氛 好了 為什麼這條片叫做千萬不要得罪順風佬呢 我也是專稱為順風哥哥好一點 首先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通常一個工廠大廈 他到貨的分牌都是由附近順風廠的某一至兩個職員負責 在Overspice這件貨來之前的兩天 當我到studio樓下的時候 被一名順風哥哥接著了 他跟我說有一件本身應該是要派到樓下的貨 派了上去我們那裡 並且我們簽收了 他希望我把送錯了的貨還給他們 並且當場地交換了電話號碼 但是正直送錯貨的時候 就是聖誕派對的那天 因為要負責當天的暖場樂隊 整個攪屎棍都忙到飛起 根本就找不到是誰簽收了那件貨 而我找了兩天 都並不可以馬上找到那件貨放在哪 因為那時studio實在太亂了 因為我們每個都抽到禮物 所以整個studio都是貨貨貨和貨 根本就找不到 直到Overspice這件貨送到來的那天 我一起來就收到兩個小吃 第一,收到訊息 Overspice那件貨到了 但因為沒有人簽收 所以打了回創 第二,那個信封哥哥打給我 我就立刻想 糟了,他的貨還未找到 那我就打給他 我跟他說 你那件貨我真的還未找到 或者你會不會有多一點的細節 告訴我那件貨是怎樣的樣子 是不是用硬盒還是包裝之類 我找回的時候就告訴他 當時的對話就是在這裏中止了 收線之後我就立刻想 咦?不是喔 那Overspice那件貨送過來 打了回頭 我問這個職員 應該都可以找到他的下落 於是我就再打給他 電話打通了 我追查這件貨的下落的時候 順豐哥哥跟我說 沒錯 9點的時候 是有人送了過來 但因為沒有人簽收 所以就打了回創 那9點那麼早 studio又怎麼會有人呢 於是我在電話裡面就問他 那我走過去你們的創 拿有沒有OK 他說OK 然後就先收了 那我見反正都要去他們的倉 我就在去倉之前 再一次極度地詮釋 這樣搜尋了一次studio 那結果 真的找到一件 樓下的貨 誰知道 就在我找到那件貨的時候 電話響起了 順豐哥哥說 你那件貨 我們在床裡都找不到 可能是彈回大床之類 總之他不在床裡 我在這個時候跟他說 大概要等多久才可以拿到那件貨 他跟我說可能要下星期一左右 大概要多四五天的時間 那我跟他說 不要緊 不過我有個好消息 我剛才找回那件貨 他用一個我自己覺得比較奇怪的語氣 他跟我說 你找回那件貨 大概是這個語氣 然後我說 是呀 那大概明天你們 在樓下的時間 我再拿回來給你們 那他說 好啊麻煩 那就先收了 過多不用一分鐘 電話響起 內容是說 先生 你那件貨 我們找回 不如你過來拿貨的時候 順手拿給我們 我那一刻馬上 這樣 不是 不是這樣 說說說 我那一刻馬上這樣 不過整件事是不是真的這麼陰謀論呢 我又覺得未必的 可以真是巧合來的 那我又真的這麼巧找回他的貨 那難道他又不可以這麼巧找回我的貨嗎 但我直接告訴你 大哥仔這段影片學到什麼 就是你真的要好好對待你家 或者你工廠大學附近的那個 順豐哥哥 因為若然這麼巧 他真的不喜歡你 本來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這些問題真的 這些問題真的 劉德華都搞不定 如果劉德華當中這些問題 你更有錢 你更有面也好 只要你一要用到順豐 那都是順豐哥哥照顧你的 所以大哥仔學到的就是 好好對待順豐哥哥 若然他送到東西上來 我下次要考慮沖杯茶給他喝 好這段影片就到這裏了 記得訂閱EG大哥仔 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Share給朋友們 都不知道share不share 好 一陣子剛好順豐哥哥看這個 那純粹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我們要尊重順豐哥哥 令到他送貨過來的時候 覺得當事如貴 並不是說有什麼陰謀論 Share出去啦 好害怕 下次見 拜拜